那你就装修的话来回也不方便吧 这边也没有搬车啥的 那你就平时在这装完了 累了还得回室里 不得 我听说我在这个阿德 我又买个老年红玉 那边的都高楼啊 就是那边的那个就是吗 那边的因为装修好的 把拎包入住 买个那个嘛 我就在那 这一年就在那待着 在那住 要不然回家回不了 一装修的时候就装得回来 装房子又买一个房子 乡亲大妈是个妇婆 买房子如同买菜一般随便 没想到遇到浦信男 想住大妈的别墅 每个月还想要两千生活费 那么大妈会同意 这么无理的要求吗 阿姨你好 你好 就等我帮你养了 等你帮你养了 王大妈今年64岁了 退休金五千五百元 光看大妈这好几套住房 就为你迷糊不 大妈跟前夫感情特别好 于是两人在郊区买个房 打算好了退休后的养老生活 为了装修别墅 大妈又在别墅旁边 买了一套老年公寓的房子 为了方便出门旅行 大妈特地在外地买了一套海景房 甚至大妈为了带孙子 特地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五十平的房子 给儿子儿媳买了一套一百三平的房子 这我买的有四年了 四年 因为孙子在这跟家上学 我就又在学校跟家买的房子 就为了孙子上学 上完学了 这房就没啥太大用心了 完全这样 我就行 这房我也不能住啊 太小 然后我就买这房子 所以这五十多平的房子 就太小了 不行 五十多平太小 因为我原来住的是一百三 反正那个房子点 这里就江南 所以现在又买了一家房子 我就又买了大的 住过很大的 小就受不了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大妈怎么买房这么轻松 大妈退休前是在银行上班 老伴又是个艺术家 家庭条件一直都很好 本来在这个退休的年纪 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 可哪料到刚刚装修好 郊区别墅搬进去 前夫就因病离世了 留下了大妈自己独守空房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上哪去 我黑天都灌出 黑天我都不敢走 就是说 隔壁家大家就灌出去 都快怕 一个人的生活终是孤独寂寞 大妈也就想着找着老伴 那么土豪大妈有什么择偶要求呢 以后找一个吧 就是说这个人喜欢的相当一起 俩人吧 互相包容 俩人就是说那天脾气好点 最好别抽烟 不抽烟不喝酒 会开车是最好 这个是最理想的 大姐说了 自己有车不会开 所以希望另一半是个会开车的 这样自己收拾房的或者出去溜的 都会方便很多 土豪大妈来相亲 就想找个会开车的另一半 因为大妈有车不会开 装修很是不方便 于是节目组找到了 有艺术气息的佟大爷 佟大爷今年63岁 退休工资三千七 叔叔这还有一盆夏日葵 虽然是讲话 但是挺鲜艳的 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朝气 大爷家里的装修摆设 都让人看得出来 大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我发现家里这么多画和书法 这都是您画的吗 对对对 这是拿破仑 这是拿破仑 世界名号 这时候拿破仑这就是画吧 感觉给人感觉挺有气势 整个掉水暖掉 这还有书法 书法 我是后期就想往那方面误一误 大爷就爱研究书法和画画 因为太迷恋书法画画的原因 挣不来钱 穷的那是叮当乱想 前妻看大爷这个德性 觉得生活无望 早早地跟他离了婚 大爷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的年纪 等来的不是更好的生活 儿是儿子幻安离世了 现在我的小孩前年 闹流走 25岁 大姐挺大吧 是是是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只有大爷自己能够体会 年纪一大吧 却成了孤家寡人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大爷就想着找个老伴一起过 大爷相亲有什么要求呢 这房子 说新的话 我都住30多年了 所以说等我住这小屋吧 感觉总有感觉有点压抑 应该说运气吧 说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 这搞艺术的脑回路都搭错了吗 你是觉得大妈们都没见过男人 还是说地球就剩下你一个男人了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自命不凡 虽说光看着两人的要求 挺合适 但是你有点太不要脸了 本来大爷想叛高知的行为挺让人无语 没想到大爷一见大妈 便很是嫌弃 这年头 男人的安全感都需要从你人身上找了吗 大爷相亲土豪大妈 当见面便嫌弃大马兽 给不了他安全感 对于个头不高的童大 大妈也不满意 但是大妈觉得不能只看表面 也需要看看人品 所以王大妈很热情地招待了大爷 别人可以给他找到树叶像大树去 是吧 现在我的树叶的想象不知道啊 人都过来穿穿想象 整这整那的 是吧 白花树 白花树都不理了 那也挺好 对也挺好 那不是亮的 两人都爱好艺术 所以聊起来还挺有共同话题的 于是两人坐下来 打算唠唠日常生活 有那个又买一个那个冷天公寓 一层楼四八家 四九家 就是说你要在那住有点啥事 一开门就是 都有人 邻居 都有人 有点啥事 挺好的 搜花楼 可楼 各旁边都挺好的 我就是不太喜欢跟老的人在一起 大妈更喜欢跟年纪大的人相处 喜欢互相邻居之间互相帮助 大爷却不一样 大爷是搞艺术的 更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 年轻人更有朝气 王大妈一听 你这喜欢年纪小的 为啥不找个比自己小的另一半呢 那你找朋友 你没先找小的 那大爷一听又把责任推到安全感的身上 找小的好像没有安全感 可能不是没有安全感 是没有别处吧 大爷直言不想要年纪小的 也不想找年纪大两三岁的 大妈这样大一岁的刚刚好 那像阿姨这种给你大一岁的呢 一岁可以考虑 大爷又讲起自己儿子过世的经历 王大妈听的是一阵心疼 孩子怎么整的 小孩是显然跟老婆走了 哎呀多大呀 二十五岁 还小的 男孩女孩 男孩 说着又说起自己的孙子 也都听到了 初二了 初二 下半年初三 但是大爷听的可不是闲话家常 大爷想的是大妈孙子上初中了 那就没啥负担了 也用不着自己付出什么了 没有负担了 没有负担 我就天天就我自己 于是大爷更是直言自己的收入低 只能掏出一千七的生活费 一个月自己想上去多少 两千吧 我现在就去两千 我就是三千七百多 对 这一个月一千七肯定是不够两人生活的 你光想住大妈的房子 还要大妈伺候你 还不想掏生活费 世界上的美事都让你碰到了 大妈也一点不惯着大爷 你跟我藏心眼 我可接受不了 但是 肯定是 接受不了 两人相亲宣告失败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喜欢看老年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真抽烟 真抽烟的孩子 那他就免他了 你抽烟多了 我闻着他就是为了 就我跟嘴巴 我反说了 我多辆 我看着 好像是 要比我再抽到 我现在六十三呢 我怎么七十一 七十二呢 六十三我数 我怎么七十一 七十二呢 啊 这么好 那么是吧 我七十一 你谢谢你啊 啊 那你从这一项多大呀 三十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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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九 我说四十八 也都不高兴 我不能再得那一项多 那怎么回事 你吓死我 那也不能三个七八 哎呀 我都说出话 我再说一项 七八十岁 也不叫我吗 我说的小点 他不是高兴点 说的年轻点 那你对人家 你一说话 那么直接呢 要这么丑我脸 妈妈脸 要是唐大 我都说他年轻 那谁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年不年轻 我黑 我不白 黑 长得没有阴 长得俊 不白 我这两只抹的 是挺厚 那你说我抹着厚 你看抹着厚 要厚 这么一刮不得掉了吗 还抹老厚了 他就不喜欢化妆的 就是 那还是自然点好 这个素质 长得一般 我不说是长得太俊了 一个对我好 心好 我不说是要成俊 成俊 我不要 曾大岁又那么俊 咋呀 咋个生俊你好啊 先踏着老头 来把啥头帮干 那我心我没有吗 我不杀不捏的 是不是弄事 那你就帮我干这 干那 那你就天天早不起来 睡睡睡 把野啥得起来 我都放在外地 手整员上 那你就得无怠 那你 你说算钱要够你 你老公 那你啥心情 是不是弄事吧 这是咱家院 有狗啊 我没事 我看熟 咱家这一块 咱家像是 这两牛的棚子似的呢 这不是 晚间在院里 白人就算的这一块 这不是被人量吗 晚间在院里 一边就有牛啊 那里没有 现在啥牛呢 就我一个人 还难道 啥牛呢 牛 就之前 你咱家 对对对 现在啥牛呢 我去年 这这还有鸣呢 去年里养牛 那为啥今年不养了呢 我去年秋收山 有点毛呀 咋的了 虚家狗 当时是啥也没干 情况是一坐 就像混血 我想这位就说是 不行 这是有毛呀 赶紧山渊 山渊大别会 那意思就是 就是 再大劲就要失去 那大夫最后确准的是啥 是属于 那不属于脑血症吗 是不是 不不算 不不算 那是啥呀 他就是说 就是虚家狗 虚家狗 他就是雷 修 大概就是十年八天 就住十年八天 你就十年八天 那我说你这个病吗 你就是一天两天 那十年八天 就好不了 回家慢慢养 别着急 你别着急 心情好点 慢慢恢复 他说不行 这应该这样 这不行 隔夜不能这放 这冬天冷 这不得冻死吗 我拿下来 我说这不用 那你孩子 你这么说 反正也有 相应的地方 咱就 弄不着 在能村 你没人村 这村 不在车里 拿着那本 倒着嘎 就来钱 能村 你这没两个 地区 不是我这个 我没法为 你都不好活 那我明白了 一听 你别看我把地 给儿子了 你别给儿子了 我肯定这么多年 我收留个存款 没有存款的话 咱哥还找老伴 你是不是这意思 就不找老伴 你哥人都不好活 能村 这位老伴 给儿子找 死两 跑一个 跟能村说 我这都穿记录了 都说不是我这条银 都是女孩那条银 给我业生的 一丑 一个人 好一头油 这不就是 人家清楚 到咱们弄不着 地也不够了 牛也没有了 就一个 就一个银 如果女孩 要同意的话 也可以到那边 那儿子能放心呢 那你再看 我哥 也有点自由缘 有成呢 哎呀你看姨 自然就接过去了 是不是 这么行 先介绍一下呀 这位是孙丽山 孙楚 这位是林丽珍 林姨 等一下 不敢你 不敢你 他拿上这个 然后动 不敢动是我 天差地起 还不乐说话 不说 哥还太爱 丑孙儿好 父亲 丑好像 挺老 第一一下 丑得挺老啊 是不是 你丑的 你大岁数 不到七十 我刚才那个山石 好像有我孙儿得到 咱们新年 最大岁数 我六十九啊 五年生年 你丑意 比你岁数还大 我看这个山石 好像 我的眼睛不太好 我找一个 好像比我大岁数 都比他大 那你说我大岁数 我看这个 好像是 没有比我大岁数 他不大 两岁数 我拼你大 两岁数 是不是七十一 是七十二 我现在六十三 我怎么能 七十一 七十二 六十三 我数 我怎么 七十一 七十二 你说 着笑话 我没有 弄大岁数 我大岁数 弄大岁数 七两岁 其实我别 不知道 我没有 说 我弄大岁数 大岁数 我七十一 你信 你信 那你口这个 你信 多大岁数 三十七八 好吧 对啊 三十七八 四十四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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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高兴 我不能 再久 你以为 他怎么回事 你吓死我了 他也不能 三个七八 我都说出话 我再说 七十四 也不走 我说的小点 他不是高兴点 说的年轻点 那你对 林依说话 那么直接呢 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我再一个 人家一会 帮忙 开业了 咱说也不好 你能高兴吗 要这么丑 我脸吗 我脸吧 唐大我都说 他年轻 那谁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年轻 我黑 我不白 黑 长得没有影响 那句 这人不白 我这脸 是挺厚 那你说我抹着厚 你看抹着厚 要厚 这么一划 不得掉了吗 还抹老厚了 他就不喜欢化妆的 就是 人家有的 我看几个人 原先能村 原来我看几个人 人家喜欢化妆 说你化妆好看 不化妆不好看 人家喜欢化妆 必须得美一点 发着化妆 都是抽烟 喝一会儿 咋玩酱的 谁有时间化妆 这里的能村 没有化妆的少 没觉 没有 往这能村都化妆 一般都化妆 谁不化妆呢 那谁不擦 谁不摸不点 现在谁不化妆呢 都摸不 谁不摸 这还是自然点好吧 这个苏妆 不像苏妆小 三岁四岁四岁可以 你太老书了 现在你越老越打扮 年轻人还真不打扮 真的 我就说实话 你连老者 你不摸不摸不摸不 能能摸出丑 是不是这种事吧 这个苏妆啊 这话不化 他都不是美女的 我才说显年轻的 要不就八十多岁 是不是 我看他这影响 眼泼了眼泼上去 他就看有眼泼 出眼呢 你 我出眼 你看我 我看着你 你说 你要说你出 你真出眼呢 我出眼 真出眼 这真出眼的孩子 那咱就免他了 这真出眼的孩子 那咱就免他了 真出眼 这真出眼的孩子 那咱就免他了 你出眼多了 我弄了他就不会了 就我跟嘴巴 我反射的 抽眼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一 我那是眼泼 反过来 就是抽眼 咱也没说 你抽眼不对 我受不了 我 也不打麻将 也不玩 还不喝酒 我抽的眼 在毛病嘛 都抽三四十年了 你说根本就 提不了你玩意 拿走吧 那去上 你 想我 我抽眼 也受不了 出三嘴 不是 想你抽眼 你抽眼 那他这不是 我享受不了 那这拉走吧 陈倩呢 天是不中 真的 那要得我跟前 能有的 好 比这个还好 有有有 有因 每次我不说了 就是你只要 我说他打电话 你想找 我就一直给你介绍 行不行 你看 之前我都给你介绍了两三个 那 没事 我不害羞继续给你介绍吗 你这么的 明天 明天我继续 我再给你介绍 行不行 行 好不好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 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体们 喜欢星空 给个观众 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你就是眼睛一瞅 就是你男人 就挺淡定的 那种男人 张家义那样是 像 中中美大 杨广的 也行 画面中的这位大姐 是今天来乡亲的女主角 她直言自己的 择偶标准 是像张家义 或孙红雷那样的 那今天的乡亲 她是否会遇到 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呢 我是杨大姐吗 是是 我是红娘小萱 杨秀英 杨大姐51岁 离 经济收入3000元 住房情况42平米 你长得也太年轻了 谢谢快点 你就 你多大岁不 52 51 你这穿的那边 在裤子 说你30多岁的人气 刚见面 红娘就被杨大姐 给震惊了 这哪里像50岁的人 无论是从长相 还是动过看 杨大姐处处都表现出 一个小女孩 才有的气质 杨大姐主动给红娘 介绍起自己小店的情况 有个厨房 我要卫生间 然后有个卧室 这里还有卧室呢 可当红娘提出 想看大姐的卧室时 杨大姐却有些犹豫了 这里面有两只猫 都特别怕人 听说喜欢小动物的人 都很善良 看得出杨大姐 非常疼爱 她的两只小猫 她有点害怕 小小小 咱们小小 有点吓不吓 对呀 毕竟胆特别小 她这小狗猫胆是大一点 那一跑就猫起来 那你平时 觉得是小心翼翼的对她吗 对呀 太喜欢了 就是像孩子一样 我尝试她 杨大姐平时小心翼翼的对待 这两只小猫 提到孩子 杨大姐竟一下子哽咽了 她就像我这孩子似的 有没有孩子 她先大 你先离我 她一会儿 咋的呢 咋的呢 你这 咋的呢 又又又又 小姐 听你说小孩吗 我的确就是 把她当成我 给你们宫一样 我挺幸福的 其实 其实我曾经有过 的时候 我养她俩 我就觉得 哎呀 可巧合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好像我孩子 一定有方式来到我身边 原来杨大姐这辈子 都没生过孩子 她年轻的时候 有过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但却被她错过了 姐就是你当谁了 可是有多好美妙 是 你要一天 那后来 那时候多大 我给你弄个弹 你说二十多岁 二十 二十二三年了 她小猫 之所以她选择了 放弃这个孩子 竟然是这个原因 我去老公关 你要结婚二人 那啥秒呢 她比我小 反正我要买衣服 买什么都随便 从来没动手打过我一次 我给她欺囊 叫账 然后放家来 姐姐 你这平时 没有生活 你小索色小事 我过分的 说多 谁也不知道 我这人信呗 由于她觉得自己在丈夫的眼里 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原以为丈夫会一直这样宠着自己 但没想到 两人七年前去离了婚 离婚之后的杨大姐 始终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 五十岁以后 她的想法就发生改变了 聊到这 杨大姐又开始激动了 虽然已经51岁了 但感性儿率真的杨大姐 看起来依然单纯的像个小孩 那如今的杨大姐 都得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第一她的品质好 女人都喜欢男人优美一点 是吧 你性格好一点 一和大酒不喜欢 长相男人有男人味就行 收入比我强的 原来在杨大姐的心论 还是有一种公主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红娘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呀 李大哥 你叫王大姐 快来 大哥忙着呢这是 你这个做饭呢 李奇灵 李大哥56岁 李 月收入3000至6000元 住房情况50平米 李大哥的老家在山东青岛 前妻是吉林的 李大哥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瓦匠 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 瓦匠活也就干不动了 因此李大哥就去学了一门灌汤包的手艺 后来就自己开启了这家特色的灌汤包店 哎 这灌汤包皮 那这包子里都咋能够差啊 这是 这是调线时候吧 你帮我用啥 你提顿 啊 这是提顿 提顿化完以后就差 哎 妈呀 经过红娘的这么一问 李大哥不小心竟把灌汤包的制作秘诀 都给透露出来了 介绍玩小店 李大哥邀请红娘去他的家里坐 一进屋 红娘发现李大哥的屋里有点乱 装修非常简单 地上都没有铺地板 甚至连卫生间和两个房间的门都没有装上 虽然这样 但李大哥却很知足了 过世多年 真有这一房子了 妈儿子说 那说儿子小啊 那妈儿子也把这一堆了 死了退了 说爸妈呀 哎呀 咱们真有家了 哪不三个人给我起了 提到起当年的情景 李大哥的脸上 却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原以为一家三口会一直这样幸福地走下去 不料2015年 前妻因感情不合而与自己分手了 现如今孩子已经长大了 也不在自己的身边 于是李大哥决定再为自己找个办 那李大哥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我就再想找个找一心一意过日子对吧 咱们也不能 你一米六左右 对不对 你不太矮了 咋的都无所谓 因为是有缘前提来相会嘛 有没有效果都无所谓 后来我养他了 我肯定好 我必须找肯定好的 对方他不会养神多好啊 把单的 根据李大哥的要求 红娘觉得他跟杨大姐挺合适的 于是红娘决定马上派两人见面 介绍一下吧 这是李西柳 雅哥 你好 这是杨秀 杨大姐 一见面 红娘刚给两人做个简单的介绍 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杨大姐竟独自一人钻进了厨房 于是红娘赶紧跟上去 而此时杨大姐的大小姐脾气又上来了 你看你的小信物又上了 然后现在就没有感觉特别内厉 那你这反应激烈 你咋一下子进步了呢 我又看了太酷了 还挺脏的 大哥是做那个开个面食的 面具就忘了 就是每天 见到李大哥的第一眼 他就觉得李大哥和自己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 差距非常大 因此他顾不上李大哥的感受 扭身直接就走 当他冷静下来之后 杨大姐好像也觉得 自己刚才的行为有点唐突 所以想出去给李大哥赔礼道歉 李大哥似乎已经知道了杨大姐的意思 而独自离开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心里不大得劲 你说没有养约就完了 就是这多好啊 这也进屋了 那也太不礼貌了 就拼心拉倒 其实李大哥也是个实在人 对于杨大姐的视力 他并不介意 同时他也说 杨大姐也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我不喜欢说 我就喜欢 体重在一般到一百五之间 六二百一米六万块 李大哥走后 红娘又回到店里 让杨大姐具体描述一下 自己喜欢的人的样子 以便下次介绍他心里的人 男人慢慢沉稳 然后你眼睛别容易 他就乱转都没容易 你也乱转都是啥意思 你就是眼睛一瞅就是 你男人就挺暗定的那种男人 咱们家一面样事也行 像中文梅呢 中文梅也行 听完杨大姐的描述后 红娘瞬间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 又中了很多 对于杨大姐的择偶标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高傲大爷要钱没钱 要房没房 乡亲找老伴 还要求对方的钱放了一起花 大妈听完当场就不乐意了 看完大爷的一系列操作 算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这次来相亲的是68岁的林大连 由于自己没有房子 这次来相亲的梦想 就是找个有钱有房的老伴 我那时候是能找着 我今天有有房子吗 我找有房子 要不行吗 我就搬那个烧店的住的 烧店的便宜 看样大爷和我是同道中人 就想吃口软的 红娘马上给介绍了66岁的刘大妈 关于大爷没有房子 这是大妈丝毫不介意 本来以为大爷这回捡到宝了 谁知道俩人刚见面 大爷就没看上 你穿得好 那大皮一组穿的吧 都快包姜了 一皮穿三代 人走皮还在 人家大妈还没嫌你也没房呢 你倒是上来就开始咬 大爷这时候根本没意识到 自己不占优势 而且对自己还自信满满 没有劳保 就是能存户口 还没劳保 你看要是说有退休机 还自己有房子呢 就怕他挑进咱们说那个 你看你没个房子 你说我没房子 我不要女房子 我不是要女房子 那你住还不行吗 那你要住都不行 这人你能跟他住吗 不行 你看他能不挑进咱们 他就不挑进咱们 那现在也没房子也好找 就平常也是好找 我就想问问大爷 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那脸上的皱纹都能当搓衣板了 还以为自己多帅呢 人家和你在一起 师徒你无家可归 还是徒你祖传的批 最后因为大爷嫌弃大妈 没有劳保 俩人没有牵手成功 告别了这位选手 红娘又给介绍了 六十六岁的陶大妈 大妈又有房又有劳保 可以说是大爷心目中 理想的另一半 谁知道刚见面 大爷又没看上 我就想不明白大爷为啥这么自信 除了年龄大 血压比人家高 咱到底还有啥优势 这次的大妈和上次的一样 根本不在乎大爷有没有房子 大爷坐那摇头晃脑 都开始想象以后的生活了 住着老太太的房 还想着花老太太的钱 大爷咱怎么想的比长得还美呢 大妈上位子欠你的还是咋回事 听完大爷的想法 大妈当场就给拒绝了 爸呀就您这长相 必须找个像张万一那样的 一般人配不上你 千万别再来祸祸祸小小开的了 俩人最后也没有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散会 无论是我的身体状态 是我的文化水平 还是我个人 这个办事能力方方面面 我肯定我啥都不差 大家还记得这位大爷吗 这位大爷可受欢迎 自从上节目之后 经常就有大妈打电话思绝 相众大爷的 听大爷语气是一如既往的自信 大爷说 我全身上下都是优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房 为啥找办呢 就是想找个有房的大妈住进去 于是红娘就被她找到了后大妈 今天你打扮这么漂亮呢 我哪天都是这事 我在家这样我出去这样 我从来不装扮我自己 不装扮 那这还不算装扮 就在家我都是这个样 然后我上班我也这样 我回来还这样 侯玉霞68岁 单身 目前打工 每月收入1000元 大妈年轻的可厉害 自己做生意 攒下了丰厚的家业 可惜的是 一次投资失败 丈夫带着所有急去跑了 这一次打击 直接让大妈颓废了十年 十年之后 通过自己的爱好画画 遇到了第二任老伴 这后来就是也通过画画嘛 我就有一会有年 我就有点起似 我说我出了不找 我要找非得找一块画画的 给我画出一幅红楼梦大观园 不这样立志的 可是我画不出来 我非得找这么一个人 这就像一个奇迹 就嫌疏我 我真实现愿望了 他跟我就近在此死 但我不认识他 尽管老头比他大了13岁 但他依然心甘情愿 两人开始一路旅行 一路画画 过得潇洒浪漫 后来丈夫突然生了重病 被死女强行带走 我的骨还已经卧床了 就起不来了 走不了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 落下去了 落走了 完了你是也好生对着他 我也不生气 我也不上火 弄出去了 加上一炷血完了 弄养老院去了 汽车那个时候 那季节就十月份了 都到十月末了 我汽车找 我给他买的东西 哎呀 我找了四天 或者那天我买 买很多东西 我说别带了了 还请长久万一 再找不着 都弄坏了 到第四天那天呢 我给一个养老院找到他 这个时候就 瘦的就不像样了 完了我成天 我许诺过 我跟他说 我说有一天呢 你要是能站起来 我就给你一万块钱 我给你过生日 庆祝你 后来我就跟我说 你看我都会走了 我都站起来 那一瞬间 我看他就像个小孩 我那心里当时 我就都吃不出来了 他说你不就在养老院吃饭吗 我说我不吃了 我给他三百块钱 我说我今天也没带那么多 我也没想到 我自己到这里能找到 你我记忆了 我手机 还要说是废品 不懂事 我说你说你接别人手机 你得给我打 在哪里 你都做不到 他说不是我做不到 我没有手机 还要都拿走了 工资卡通 啥也没有了 所以你回去吧 我说那天再来看你 他说那就没有那天了 那这也许就最后了 这一次的相悦 也是大妈跟前夫最后一次相悦 如今大妈68岁了 就只想找个老头托付终身 那么他想找个什么样的办呢 找他那样肯定是找不到了 但是能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要说窜心眼 我今天想我前期 明天我想我女儿 是你这个问题 但是你在这个家里头 这有我就是说呢 也得隐藏点 得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说哎呀今儿个什么 这费那费我也不负责任 我一要给你多少零花钱 完我就不管你了 大妈还是想要读一无二的 就连儿你也别想跟我分享老头 但是大妈为人父母的 谁能不惦记自己儿女的 也不知道他的杨大爷有没有缘分 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无产制 然后我68岁 我跟你介绍一下 就我现在呢 也没有社保 我呢就是打工 一直在打工 一个月打工挣的也不多 就千八百块钱 然后你住房你是连猪楼 完了大爷要求的就是要有房的 红娘你真瞎介绍 大爷一听就不乐意了 于是五分钟结束战斗 闪电式的结束了乡切 也很简单 首先我感觉方 是吧 简单的一说就是演员 也就是说 他能够比较温柔一点 这个女儿比较浓一点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更加是两个人 你思想能融入到一起 感情能融入到一起 可是后半生余生呢 就要注意这一点 就要慎重 慎之加慎 就要更加成熟一些 是吧 我感觉呢 我所要谈的就是这些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没相助 外貌要是行的话 别的我都好 性格不性格的 咱们多包容点就行 如果说咱们自身条件不行 咱不强求 按照咱们想要求对方 首先好好打量打量自己 要看我自身状态 无论是我的身体状态 是我的文化水平 我个人说啊 这个办事能力方方面面 我肯定我啥都不差 我非常注重一个女人的形体 我就为啥我跟你说 有点偏胖一点的啊 喜欢偏胖一点 什么叫女人味浓啊 这你还要我洗手 喜欢女人味浓一点的 对啊就是 就属于要丰满一点的啊 对对 再一个来讲 你拜实话直不愣疼的 很的是吧 给你感觉那个声音非常温柔 那你两个人过得没有滋味 那你还不如不在一起了 大爷你是多优秀啊 真是屎壳浪戴面具 你个臭不要脸的 咱们下期见 反正发生是找农村的 一般都得 你能给 他都给妈三五块钱 你这能给吗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真不一般啊 一上来就要三万元彩礼 大妈 你这是黄花大闺女吗 六十多岁的人了 互相找个伴 还嫌要彩礼钱 你这是来乡亲的吗 不是来抢钱的吧 老年乡亲就是这么奇葩啊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叫杨大爷 六十五岁 离异 家住农村 有天有地 大爷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红娘来给大爷介绍对象 大爷也是不言不语的 害得红娘都以为自己不受待见呢 但村里村外的人 倒是对大爷的评价很高 觉得大爷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切狠 会干活 热心 是个过日子的好手 村里为了大爷相亲找对象 大家都来给他助阵啊 生怕他不会表达自己的优点 谈起大爷的前段婚姻 大爷也是一言难尽 老婆是个急性子 而大爷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 什么都不急不慢的 所以两个人性格差异太大 从而导致两个人离婚了 大爷离婚十多年了 儿子也到南方做生意去了 在南方满家了 只剩大爷一个人生活 虽然家里养了猫和狗当宠物 有猫和狗做伴 而且大爷一个人生活也不错 把家里家外打理的干干净净的 生活也过得蛮好的 但毕竟一个人生活 还是很孤单寂寞的 想找一个人回来 能给他做做饭 他干活回来也有口热饭吃 他的乡亲要求是 没啥带有气 我这心也不高 对于那根本就心 跟我哪儿了 实在不没 性格温柔 啥干啥的 皮好点 我一天干点活回家了 他能给我做点饭 有个普通 上我这到家 给我做饭 我不需要用他干活 没啥不用他干 他就想找个伴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妈 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叫刘大妈 63岁 猖哦 大妈也是个从农村出身的 因为儿子长大成人 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 日子也好了 看大妈在农村生活不放心 就把大妈接到城里来生活 大妈在农村生活习惯了 平时干活也习惯了 到了城里也闲不住 就发挥自己的心灵手巧 用毛线勾携 生活小用品在城里卖 这样既可以打发时间 又可以赚到钱 还能发挥出自己的娱乐 也是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乐趣点 也确实是个心灵手巧的人 大妈也确实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这样的大妈想找个傻养的老伴呢 她的乡亲要求是 我的人就是就想找一股神 我过的人领 你不能说 我今天跟你过一个月两月 过一年二年我就走 那不行 你说今天是黎明 你说那整个多呢 我要是干啥的话 我就想就是白头到老一半也走 大妈的乡亲要求 是老实本分人的要求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 红娘带着大妈来到大爷家 本以为都是生活在农村的 大妈能够回到乡下来会很开心 谁知大妈首先就觉得 自己是来到了穷乡僻壤的 对村里的第一印象就不咋的 后面看到出来迎接的大爷 也是不温不火的 大妈的兴致就不是很高了 来到大爷的家里 红娘提议要大爷带大妈 无前无后转转 大妈也提不起兴致 大有看的大妈还是觉得不错 看到大妈兴致不高 马上主动打开了画匣子 滔滔不绝地开启了自夸模式 把自己的优点 好的全都抖了出来 我有一天就行的事过鸡压这事情 哪个人又活了干点了 他不玩不耍 我最主义的人 在主义仔细 适合我不主义 就你那人得吃啥就吃啥 咱们俩人有的钱就会干 俩人上个人肉里油 他以后到那个碗市场 但是那个村里吃好了 咱们溜都溜都给你 用钱干啥呀 我不用说不用了就是死 我干活力量 就不是干活的 就不用你 你就给我看个家 给我做个饭 我都要吃个肉饭去 我不去你 我告诉你 那记得好多都记忆话 男子嘛 必须得互相 有点皮 咱们搭着女人跟他一边见啥 男子搭着 咱们说包含点 就证一说一说 我没啥皮 大爷你还说自己不好说 妹爱 我不在记事 话是说 不好说 我爸不好说 有点面乱 觉得刚好 不好意思了 你这是不好说 灭矮的表现吗 这么滔滔不绝 还好 大妈也是个力所能力人 否则真还跟不上您的节奏啊 这么噼里啪啦一大堆 让人一下子接不下 是不是碰到自己喜欢的人 就忍不住想说 把自己的优点说出来 把自己的喜悦之情表达出来 大爷 您这方面做得好 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大爷的一顿自夸都把大妈整晕了 给大妈洗脑了 本来大妈对大爷没什么兴致 听了大爷的话 大妈觉得这大爷确实还不错 对大爷的看法改观了 那咱也不 你得看看自己 咱不能就挑眼睛 挺好 大妈也问了一些基本情况 两个人互相感觉都还可以 挺普通的 咱们就不说什么了 他一个根本 跟咱过后半生 就得找这样的 老实八角能干活 这时候大爷囤里的人 又来给大爷助力 都说大爷的好 虽然大妈面对这么多热心人 有点不好意思 但听到大家都对大爷评价很高 这在大妈的心里 还是有分量的 送走了囤里的助力 或许是囤里人给了意见 毕竟经过大家演了 囤里人都接受 所以大爷直接对大妈说 这样直接的表白 让平时少言少语的大爷说出来 应该也是不容易啊 这大爷为了自己的晚年幸福 应该也是拼了 既然大爷这么直白 大妈也就开门见山了 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要三万块钱的彩礼 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啊 年轻人结婚需要彩礼 老年人相亲也敢时髦 也需要彩礼 大妈觉得大爷不愿意给彩礼 只给他画大饼 大爷觉得日子还没过 就要彩礼钱 也不放心 双方都有道理 这就是老年人相亲的硬核 大爷还是努力为自己争取 大爷不断给大妈画大饼 大妈也心理纠结 大爷囤里又来了一拨人为大爷助力 在大家起嘴巴舌的夸大爷中 大妈还是保持脑子清醒 没有当即给出回答 只是说留个联系方式 要孩子们看看 多了解了解 以后再说 你们怎么看呢 能成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大妈真不一般啊 大妈问大爷相亲以后的打算 大爷直接就说没打算 活到哪天算哪天 这是啥情况啊 大爷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这么不耐反 感觉还很讨厌 害得大妈都不知所措 下不了他啊 你这是来相亲的吗 有问题不能好好谈吗 非要这样赶苍蝇一样挥手吗 这态度很伤人的 大爷 你这情伤 真让人伤不起啊 老年相亲就算这么奇葩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吴大爷 七十五岁 离异 退休金三千六百元 跟儿子住 大爷是当兵出身的 当了十多年兵 增历过三等功 大爷当兵是因为自己出身当兵家庭 上几辈都是当兵的 后面退伍后就在医药公司开车 大爷因为拿着三千多的退休金 够自己花 一个人在家没事 太孤单 所以就喜欢上了电视购物 大爷的手上佩戴的四块表 和手指上几个金光闪闪的戒指 都是从电视上购的 电视上看到什么都买回来 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 但为了打发孤独寂寞的时间 只能用花钱来寻找开心 所以说为什么老人的钱好赚 因为老人是用花钱来打发无聊时间的 谈起大爷的前段婚姻 也是一言难尽 大爷那个时代的婚姻由父母包办的 前妻是个强势的女人 而自己因为工作原因 经常不在家 要时刻准备出门 经常为了鸡毛算皮的是吵架 吵得多了 后面妻子干脆不管自己 自己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 大爷只能从婚姻中感到委屈 和自己的不幸福 所以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就离婚了 大爷离婚二十多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 感觉越来越孤独寂寞 想找一个过后半生 他的乡亲要求是 阿爷的要求不限地狱 可以倒插门 想过二人世界 不知道今天来相亲的大妈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李大妈 又十八岁 汉偶 退休金两千多元 有住房 大妈是工人退休 退休后还在大学做宿管阿姨 年龄大了 不能做了 回家待在家里 没什么事干 就喜欢上了网购 舌果 蔬菜 各种生活用品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 主要是自己不想一个人出门去买东西 没有老伴陪着 自己一个人 买的东西多了又拿不动 而且一个人穿梭在人来人往中 感觉自己形单影之 更加孤单寂寞了 所以干脆不想出门 谈起自己过世的老伴 也是难掩伤心之情啊 老伴因为新等突然离世 这也让大妈意识到生命有时候真的很脆弱 随着年龄的增大 自己感觉更加孤单和寂寞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生个病也没人倒杯水喝 大妈觉得还是要找一个老伴才行 大妈的相亲要求是 大妈的要求很实在 不知道今天来乡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 在红娘的带领下 大妈来到大爷家 两人刚见面 彼此第一印象都不好 看样子 这两个人没演员 不知道后面能不能改变 后面接着聊 大妈问到大爷的婚姻情况 大爷直接说自己离异二十多年了 还是一个人半没找好 一辈子都会倒霉 大爷你这情绪是冲着大妈来的吗 不要把自己对婚姻的不满 发泄到刚见面的别人身上啊 那可是没礼貌的行为啊 大妈对大爷这样的态度不满意啊 就这个态度挺生硬的 最起码再热情一点 成与不成这都不好说 也确实啊 最少来者适合啊 基本的代科之道还是要有的啊 大妈问到大爷想起以后的打算 大爷这态度也是让红娘捏把汗啊 哎呀今后我们这个打算 怎么一个打算 就住房啊 各方面好的 你说 我就跟你说实在话啊 你今天看的就是 我说成就这样 没什么打算 行行不行拉倒 没那么多说的 打算打算啥 活到哪天算哪天 大爷你这性格也太刚了吧 这态度对待相亲的人也不好吧 毕竟相亲也是自己要求的 又不是别人硬塞给你的 就算看不上大吗 那也是第一次上门的课啊 你这性格 难怪单身了二十多年 要不是有相亲节目组 谁敢给你介绍啊 毕竟能介绍对象一般都是熟人 你这样就会让对方太尴尬啊 本来双方第一眼就不对 对这样的相处更是让红娘头疼啊 在红娘的劝说下 双方虽成不了夫妻 但也不要成为仇人 所以两个人坐下来说清楚 这不管怎样 咱们也是初次咱们见面 咱们彼此呢 咱们长得是 长得是这么大 说明咱们哥俩还是有缘分的 咱们就是彼此之间都互相应识 对啊 不管怎样啊 来到那个大哥家了 咱们呢 也是 作为也就是个朋友吧 咱们也是一起熟吧 就是 是这么一个情况 人身低头不见才都不见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两个人虽相亲不成功 也许也成不了朋友 但至少还是有个一面之人 混了个熟吧 这大爷这性格 真是好值啊 直男啊 大概也与十几年的当兵有关吧 毕竟局人是说一不二的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这是哪位大神给你画的大饼 还是硬邦邦的 咬都咬不动呀 难道爱情里除了转账 任何形式的喜欢都不可当真了吗 大妈这是穷人的一文不值 富人的流氓格外着迷啊 好了言归正传 今天来相亲的是李大妈 大妈59岁丧傲 月收入2000元 别看大妈现在是一名牙医 以前可是名英语老师妖 咱们之前是学医的吗 就是因为我原来是教师 有英语的 原来是英语老师 其实放弃教师岗位 实属我的 只因为婆婆年岁已高 无法照料孩子 自己只能放弃工作 在家相父教父 真是孩子事业两难全 怎么选择 都有遗憾呀 直到至此成年 大妈正式开启创业之路 自己创办了一个浪迪国际 12年 由于国际留学做的人也特别多 转型了 转型做啥了 转型就是在我们仪器 我们算我三个同学 我们自己创办了一个物流员 而我们还可以 有个十八万代 大妈开过公司 搞过物流 到如今的牙医 可谓是涉猎甚广呀 这么能折腾的大妈 对伴侣会怎样的要求呢 有责任性的 她如果真的能够遇到我 她也是很幸福 因为我这个人 对着方方面面可以说 真的很自律的一个人 就是都看开了 什么都不是绝对 大妈的意思可理解为 只要你足够优秀 细节会淡化 要是你不够优秀 细节就会放大 毕竟上了年纪的快乐 都需要金钱来维持的呢 于是红娘迅速物色的黄大爷 大爷今年六十五岁 退休金三千元 初次相见 大爷对大妈相当的来电呀 可以了 她最起码 国民成功是绝对 长相也可以 然而大妈对大爷 有些许的失望 有差距的 我会想了解成功数 了解她的工资情况 她的收入情况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需要 显然大妈对大爷 外貌并无深究之意啊 毕竟这都属于细节问题 此时就想看看 大爷的经济实力 够不够优秀 这不刚坐下 一听到大爷的退休间 大妈的脸搭了得老长了 工资低 我才三千块钱 哦 退休间三千不行 太少了 太少了 你再想啊 妹妹 等她这一个家庭的花销 我们一月得几千块钱呢 又加油又啥的 三千块钱够吗 根本都不够 老妹 老妹你要明白 我找老头的要求 吃喝拉撒老头 必须全部承担 且生活质量不能降低啊 老娘虽然有的是钱 但不能动 我得攒着呢 尽管大爷对大妈 颇有好感 但对大妈的观点 并不认同 既然俩人搭伙过日子 女方不能一味的索取 应该俩人共同努力 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 这话闹得没毛病呀 我们就共同经营这个 我们两个的生活 共同付出 这样的事呢 我们能走到底 能走到场面 而不是说靠一方去 改变生活质量 如果想改变生活质量 我这个条件满足不了 大爷的说法遭到 大妈的强烈反驳 如果不用钱来衡量感情 那用啥 难倒用秤吗 给唐就孝的年纪 老娘已经过了呢 什么都说嘛 就是说 那叫什么 家汉家汉 专一吃饭 对吧 另外一个 就是说 有没有追求我的人 就是说 直接就说 你的工资 你就拿 那么我每个月 给你五千块钱 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 你的首饰啊 你喜欢什么买 那是另外算 大妈说 不要怪我物质 只能怪你不够优秀 大爷说 都是千年的狐狸 别跟我玩什么聊着 他这个聊天 就是我们三观 最起码不一致 我养你 我给你多少钱 我不用你 你做什么活 那都是一时的激动 激情过后 不会永远这么付出的 你什么活也不干 他养着你 他对他妈 他也不运作 这两人的生活 理念迥然不同 显然是尿不到一个狐狸了呀 严丑气氛 越聊越尴尬 大爷也立即暂停了 这场详信 他所要求的很实际 其实大多数人都有下话 幸福社会 我们谁都是向往的 但是我们的三观不同 我们可能不能够走到一起 但我们见一会面 顺缘分 一个朋友 谢谢 正所谓 老年相亲最实在 先聊经济再谈 甭管长得帅不帅 没钱全都先了菜呀 老铁们别忘了 点赞加关注 摸摸大